主持人 师父 歇一会儿吧 让我们歇一会儿吧 让我们歇一会儿吧 是啊 让我们歇一会儿吧 我们歇一会儿吧 好了好了 那记得把针线都收拾好 好 封神大人 原来喜欢我做的浙流花饼 日后我自会尝尝做给封神大人吃 也请封神大人保佑 让这些小师妹们快点进步吧 他们进步快了 就能包上姑姑和我的忙了 还有 我在为那位新设生孝位修新棺袍 希望这位大人能够喜欢我修的棺袍 师父 看靶心 师父 那日我走了以后 您是不是因为担心我 所以才一路跟着我 心中挂着我字 容易设不准 小心伤口 知道了 师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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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哥 干吗 你这一进院子就傻笑 你傻笑什么呢 你藏什么呢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倒是你 拿着羽毛做什么 我 我看着羽毛很轻薄 可以用来做剑鱼啊 我看你兴高采烈的 有什么喜事 我原谅师父了 你原谅师父了 我该是师父原谅你了吧 真没骨气 前几日 还一副顿武红尘 要出家的样子 没想到师父说两句好话 看吧你高兴 别跟我动手动脚的 恶心 倒是你呢 今日午饭都没吃 你今日不是当职吗 怎么当职当的 好像动了春心呢 对了 今日有人跟我讲 陛下下旨点选你 参加今年的科举啊 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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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我 你 我